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左敦峰区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左右 我们今天再次来到当日被封的苗街看过 眼见大部分的摊档选择停业 在失去游客和本地客的支持下 这里依然非常冷清 几条街之隔的新田地街街市就不同了 大部分的地铺和档口已经正常营业 今天也有不少的市民回来买菜 又好一点 又好一点 这些人又这样下来 那也是好的 真的有什么不同呢 是 真是清热了 一坑渠就干净了 之前是 对 很骚髒的 虽然这里的人流暂时未回复到 好像以前那样 但有档主就觉得 有生意做最重要 有点生气 个个都 就是有点笑容 如果有做几天 个个都很冷面 那最近的生意回复原本了吗 今天而已 今天而已 今天开始回复 没有了条红色带差很远 对吗 你们懂得笑 对 当然了 当然了 熬了十几天了 大佬 现场所见 这个街市的地下的确是挺干爽 而且没什么积水和垃圾 卫生情况也不错 有什么叫按摩生 只要小心多 只要小心一点 对 有点不同 好像很多档口都起立了 暂时都不来 因为今天有些东西需要在这边买 这边最后方便一点 其实清零也是比较难 唯有等疫苗来到 互相配合 可能才可以度过这个难关 街市卫生不错 不过有些后行 就依然见到有不少的雜物和积水 这区都曾经至少有七名的政府 外判清洁工确诊 他们就觉得 这里依然存在卫生隐患 最近警方破获了一宗艺钞案 拘捕了一对住在公屋的母女 但他们涉案的工具 竟然是一些噴密的打印机 A4纸和一些闪粉笔 那也行 其实整艺钞已经不错了 再用一些原始的工具 是否傻上加傻呢 如果我们两个去吃饭 埋下的时候 用一些A4整齐去选择人质 不知道我收银元看到有什么反应呢 米芝莲在疫情下 终于公布了2021年的美食指南 今年就有一间食肆 获得推介为必食街头小食 很多还混集在深水埗区 深水埗向来都是银食的胜地 但是疫情期间人气就 如果在这个时间 食店得到米芝莲的树荣 又算不算是一种祝福 北河街这间豆饭厂 就是其中一间 得到今年街头小食推介的食店 自2016年起 它已经第五度上榜 店主打的豆制品和街头小食 吸引区内区外的市民都来捧场 我在沙田住 特意过来吗 是的 我差不多一个星期都会过 一个星期两次过来 我喜欢买这里的小食 因为这里的茶果 是我喜欢的 我读书的时候 已经在九龙城福老邨一边吃 如果她得到这个奖 我也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 不过老板娘霞女就说 今年得到奖 对她们来说也没什么作用 未有疫情的时候 平均一拿米芝莲之后 过了十天左右 生意都会上升一两成 爆到我的同事上班 连下午茶也没有空吃 洗手间也没有空去 今年真的很可惜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的焦点都落下了 这个疫区的标签 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意 其实你问我 和未公布米芝莲之前 其实都是差不多 这个星期都大跌了七成 如果这个疫区的标签 再拖下去 我都同定些同事说 可能在农历生年之前 他们都真的很无奈要放些无薪假 因为真的很少人在这里 福华街这间糕品店 亦都是连续六年荣登推介榜上 这里主打每日仙制 无添加的传统糕点 大受街坊欢迎 这间糕的芝麻味香较浓 香港糕点阳威国际 你又怎么看呢 挺好 要保持这些 对 要保持 收工 要支持 对 香港特色 老板傅先生也说 今年在疫情下可以上榜 对生意没什么帮助 唯有好平常心继续做好本分 其实拿了这么多年 每个人都习惯了 这个星期政府才说 这个疫区已经整个区都死了 现在的生意额 跟之前来说真的少了多少成 之前的星期 起码少了七八成 虽然是自己的店 找不到租人就要虚 找不到钱也要做 好吃的东西当然多人支持 男女女友都会捧场 就像好看的电视节目 也是一样 没错 有数据显示 TB无论在不同的观众阶层 都是最受欢迎的电视平台 就好像家庭月入四万元以上的观众收市 TB占86% 而家庭月入六万元以上的观众收市 TB更加是占88% 多谢各位观众支持 我们会继续制作精彩的节目送给你们 黎乐意今晚有请客 是找高灵主持特别节目 Bag Big Shop今晚请客庆团练 我想转了陈敏芝很久 今次真的被我转了陈敏芝 不过又变成了高灵 我之前做博物说 想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在我旁边 没想过是高灵 比较年轻的 他还可以 你说什么 他比较年轻的敏芝少少 节目今晚11点 《翡翠台》播出 录影期间高灵八段吃高 他最喜欢吃什么高 我自己很喜欢吃红棗糕 红棗糕 很高难度的 红棗糕要一层层淋上去 让它蒸到固体再淋 红棗千层糕 我不会自己做 因为由乐意哥做好了 送来我家 我已经收到了 我现在等着吃你的糕 你还没吃吗 是 我喜欢 他跟阿里也是 还没吃我的糕 怎么搞的 送给他这么久 他想过年才吃 一片白色波浪型的花海 中间一个大型红森 以及场内场外摆满的花圈 都是家人和四方好友 送给林建明博士的最后心意 娱乐公司老板 林建明博士早前病逝 疫情下低调出品之后 昨天他四名子女 再为他举行追思会 不少的圈中好友 政商界名人出席 还有群星羽组拍片悼念 他少说话 我少说话 不过我们每一次 都是用眼神来沟通 很特别的 我在这里多谢他 支持了我们娱乐界这么久 林生也是一个 很尽心尽力的人 在我心里 他有一个很好的前辈 他离开了我 我感觉到很伤痛 很难过 是他为恩人的歌神 许冠杰还以这一曲送给你 事后林博士的两位女儿 还亲身答谢大家 在这里希望各位 和他作最后一个道别 希望承传爸爸的正能量 可以不伤感去送别他 希望大家永远记得他是一个开心大少 身为契仔的胡慧康 都说会秉承契爺的位置 开心做人 吃喝玩乐 但是同时间也都要回馈舍 接着东张西望 将军澳警林村 就发生一宗疑至弱猫的事件 从网上的片段 看到一群年轻人 就一起追着和去踢一只猫 据说警方到场之后 就发出了限聚令告票给他们 时有一个华尔涉事的人 就上载了告票的照片 还说早知道踢死那只猫 真的毫无辜意 完全是令人发指 希望警方会继续跟进 不要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至于以下这个画面 如果让大家看到的话 不知道你的感觉又是怎样呢 上环这一大海尾街 是香港人和游客都会来的热门景点 每次各个走到 都会买一两袋海尾才走 多数会买什么海尾 冬菇、蚝丝那些 花枪、冬菇之类的东西 每年过时过之 不少人都会买海尾应折 只不过处理海尾的手法 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这天阳光猛烈 不少人都拿出自己的珍藏 在西环得富到西 这条出名的海尾街 一盘又一盘的海尾 甚至就这样放在马路中间的石坡上 两边的马路都是车来车往 那些海尾就这样放在这里 豈不是容易吸收肺气 常常见我 你坐车常见到的 一向都是这样 几十年都是这样 通常都是马路 很太弱这些事情 拿着蓝纸走去晒 霸佔着街 霸佔着街 如果它不是很大盘 可能一个格子位 或者放在栏杆里面 都没什么问题 虽然西环一直都有街头晒海尾的文化 街坊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只不过就算有块帆布箭主也好 很多时候都直接放在公共空间里晒 不单止阻止行人通道 而且还网顾行车的安全 就像这里在马路边晒 就是这样 几架电单车先后经过 还要很小心 在大车和海尾中间穿插 弄得鞋底差一点 也碰到海尾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是有问题, 但香港没有地方 我想是有很多无奈 就是说人来说 一直都接受了这些自己执生的操作 当然不干净, 不卫生 但没办法是香港地方 是吧 他们都没有选择 把货仓那边又没得了 始终都是土地的问题 碰到街上阻止车过 当然不可能 这里有三、四个人过 所以就变了两、三个人过 而我们在访问途中 刚好就遇到有海尾铺 帮花枪做日光肉 他们一来就把花枪 倒在马路上的割剪 然后就突然拿个扫把出来 穿灰色衣服的男人慢慢污下身 把扫把扫伸进车底 扫两扫 就看到那块花枪滚了出来 他再踩上墊那边 用扫把扫开花枪 车底的灰尘 会不会这样黏在花枪上 我看到刚才有扫把 扫完地上又扫在花枪上 会不会很卫生 不会… 为什么 不是扫把 不是扫把 扫把扫的灰尾是干净的 我们有扫带的小姐 会不会阻止 不会… 走… 我们收来… 但他们给我们多问几句 就有一位疑似是海尾店老板的人 趕快走过来 叫员工收回海尾 在收拾过程当中 他们简直是堵楼械 把日本的花枪都倒在马路上 除了在马路上 我们甚至发现这条环巷里面 晒满了鱿鱿 真的隔着屏幕 都闻到那股锤 现场看到这条环巷已经很窄了 左边就铺满了杂物 右边全部都用来晒鲜鱼、晒海味 现场更加有人在这里吃烟 卫生环境真的很恶劣 我们只是站在那儿短短几分钟 已经见到有好几个人 在横巷那里吃烟 地下也有不少烟头 而鱿鱼周围都摆满了垃圾和杂物 除此之外 鱿鱼的香味 还吸引了不少烏鹰过来 一定会有的 海鲜的东西 一定会有烏鹰外套的 我告诉你们 你不要浪费咸鱼 咸鱼更多烏鹰 蛋丸之地 所以来说 人家做生意的 他们都尽量是 希望是避免的 但是你知道香港 这里是海尾街 你叫人家去哪里曬 人家想拿出来震 现在天气很乾燥 可以曬干些 让它卖得好些 你回家也要洗 我不相信你回家就这样吃 我看了 只不过鱿鱼旁边 还有一包包的老鼠药 再看看地上 全部都擠满小鱼的便便 是店鱼的 是店鱼的? 可以问一下 你问一句 为什么要这样晒鱼 要干些 是 但是这样会觉得有点骚子 不会 不是太干些 始终都是这样晒的 但是有人在这里吃烟 在鱼旁边 我真的不知道 这样其实经常有人 出出入入 吹风了 没什么关系 不过隔壁大厦 已经黏了通告 说严禁摆放杂物 甚至年轻姐姐走过 都觉得困难的时候 真的没关系吗 以为在马路上晒海味 已经很骯髒 不… 在这条后巷更夸张 在收打篮间附近 一个昏暗的后巷里面 地下部门一块金黄色 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男人由后门 拉了一条水喉出来 在后巷里面用水洗洗洗洗 原来就是我们平时很喜欢吃的花膠 要这样洗, 花膠 是, 冰冰去 是, 冰冰去 这里多多老鼠吗 刚才发布不见了, 不多吧 现在不多吧 之后竟然看到她把花膠 一个个排好 虽然有东西占着 但是她穿着鞋 是踩在墊上的 至于其他的花膠 直接放在布满积水的地上 旁边污水渠还滴那些 不知道是什么水 当然很恶劣 这样处理就… 等于是商人没有品德 这个我就接受不了 你晒一晒太阳 地方不够我都会接受 但是这件事不会接受 不…搞不定… 害怕 会不会卖 不会, 肯定不会 望回整条后巷 里面经常有电单车停泊 周围一堆杂物 有条破坏了 还有不少老鼠药 那就是代表 其实这条横行平时有老鼠经过的 隔壁的渠道 甚至有疑似在动物的便便 这样是不行的 而我们尝试问过多间的海味店 但是个个都不承认是他们做的 后来我们找到一间 经营了45年售卖海味的老航砖 问清楚 为什么会有人在后巷晒海味呢 一般都不会在后巷洗花架 如果是的话 卫生的问题 你不会这样放在地上 可能他们是因为方便 所以他们才这样去做 我们传统的方法 我们就会放在锡上 然后摊开它 吹干了之后 就放在我们的仓上 它放了时间越久 它的颜色就越变越深色 据朱小姐了解 在后巷晒的是比较便宜的花架 而不停冲洗的就是非洲厚花架 一般都要一千元才有一斤 将卖给客人的商品 在这么骯髒又潮濕的后巷 又晒又洗 这样做又恰当吗 真的说真的 如果现在你这样放的话 可能有很多蛇同鼠矮 或者什么都会爬过 那变成了不是那么卫生 以前那些人可能没有地方 或者是贪方便 那他们就会放在地上晒 但是我们公司的话 我们就不会这样做 由于现在疫情的关系 那些人走过的时候 或者有什么飞沫 或者什么时候 可能会沾染在食物上 那变成了比较高危 而我们就在马路和后巷 处理海味的情况 向食环柱查询 获回复说在过去三年 食环柱接获250宗 有关得负导西 一大店铺阻街的投诉 并向干犯的店铺 发出24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 及提出46宗检控 处方也都接获8宗 有关收打篮街 一大店铺阻街的投诉 并向干犯公众 结证罪行的为例者 发出共一张的定额罚款通知书 食环柱强调根据食物业规例 任何人在庭院、行、街等 露天地方处理食物 一径定罪 最高可被罚款一万元 及监禁三个月 就像朱小姐提到 街头曬海味 已经是由来已久的习俗 很多海味店都已经约定组成 只不过用这么多钱买回来 都是希望得到好的品质保证 买海味都是选择一些信得过的店铺 去年有戏院推出体系现金券 希望可以吸引多些市民购买 但因为疫情关系 戏院迟迟就未能开 令到这些现金券都快要过期了 取自便废子 你这么说 我都想起我好像有几张过期的现金券 如果戏院肯让步 将限期退迟些 会不会就解决到问题 其实都不知道戏院 例如健身室、美容院 都有这些情况发生 早知一句说完疫情 快点完结就好了 在这一集的新冠疫苗Fact Check 我们会讲讲 用病毒作为载体的疫苗技术 这种是比较新的技术 例如用作在伊波拉病毒病的疫苗里 用病毒作为载体的新冠疫苗 基本原理 是将新冠病毒再有刺突蛋白 即是S蛋白基因的部分 用一个线病毒作为载体 结合在一起 造成疫苗 注射之后 疫苗里面的病毒载体 便会进入细胞 释放出新冠病毒的S蛋白基因 令细胞制造出S蛋白 从而帮助身体产生对新冠病毒的免疫作用 至于用作为载体的线病毒 它制定的基因已经被移除了 亦都不能在人体里面繁殖 英国的阿斯利康药厂和牛津大学 一起研发的新冠疫苗 就是利用病毒载体作为新冠疫苗的例子 在第三期的临床测试里面 接种两剂疫苗 对于新冠病毒的保护作用 整体是达到70%左右 而两剂疫苗 最佳的接种时间还在研究 这款疫苗 只是用于年转18岁的人士身上 根据现在世界各地 接种这款疫苗的经验 目前为止 还没有证据证明 是会导致严重的后遗症 近日终于暖了 很多朋友都约外省衣服 想看吊钟花 我也想看 吊钟花的花期是一月至三月 曾经是很受欢迎的年花 不过因为早年被人大肆採摘 令吊钟花的产量大减 所以政府已经立了例 就是禁彩和禁手 所以大家记住 上花的时候要眼看手物动 不可以破坏这么漂亮的吊钟花 今晚时间差不多了 明晚继续和大家东章西望 拜拜